新北市长侯友宜在树林区长陈其正以及民意代表裴同下 视察了新人花园夜市的防疫状况 夜市目前是采单一出入口管制 营业的店家以及前往消费的民众都要佩戴口罩 侯友宜强调原则上会以劝导为优先 劝导不听才会开罚 希望大家都能配合 我也知道这样一个限制令 其实很困难的 原则上我们尽量要业者一定要佩戴 我们的顾客我们尽量的劝导 如果劝导不听 所以不得已我们才会加以处罚 请我们的民众业者一定要配合 防疫人人有责 视察过程也发现已经有店家 在用餐的座位以塑胶隔板隔开的安全距离 或是采梅花座用餐 保持距离安全的用餐 甚至还有摊商是在座位贴上的标语提醒 市长是表达了肯定与感谢 同时所有的餐天的座位采梅花座 甚至有了以隔板的方式隔开 大家保持室内1.5米4万1公尺的间距 看到满满都是标语 连桌上都是标语 跟我们说要保持距离 这个距离一定是社交距离 大家一定要做到位 夜市执行防疫 还有摊商是将饲养的狗狗戴起了口罩 与市长戴口罩看上了眼 形成了有趣的画面 疫情当头 外出戴口罩保持安全距离 保护自己也保护别人 记者赵诗渊吴秀娟 新北昌报道